本周一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92名诞 赵紫阳的家人为他举行了家庭纪念活动 并希望当局不要阻拦各界人士前来家中 媒体报道说 17日当天大约有120名军警便衣对赵家进行严密监控 赵紫阳的家人在赵紫阳的名诞纪念日10月17号这天 为赵紫阳举行了家庭纪念活动 一位进入赵家的维权人士说 他们给赵紫阳的像磕头点香送上花篮 家庭很清晰的 赵紫阳发了一副 他又送给我们的有纪念品 给我们的一个使用 又给了我们一本小书 介绍赵紫阳的医生 我去过他家庭 他的老户居 感到不像是当领导的家庭 是穷三的 三个老户 这屋里的什么都没有 就是常常挂了几张发 有个老直播机 我小吐了 还有一名观察人士 向希望之声电台表示 赵家的胡同 布满各名目的警察安保人员 有几个建议 古大人参照的 警察吧 他就是骑着自行车 走过来人走过去呢 但是公共票 以前是老太太 用去去去以上的 使人都看 一直以来 在赵紫阳名诞或去世的纪念日 中共当局都会非常紧张 严厉阻止各界人士 前往赵家参加纪念 与往常一样 17号 赵紫阳名诞纪念活动 中共当局出动军队 国安 公安 组成专项行动小组 由高层统一指挥 联合行动 进行严密部署 中国民主党成员 扎建国的朋友们 准备去赵紫阳家纪念 但被警方阻止 扎建国认为 赵紫阳在六四运动中的表现 和晚年的反思 代表了一种 更贴近自由民主 普世价值的倾向 中共当局不愿意 搞这种普世价值了 它和普世价值相对立了 所以它不愿意 社会中的一些 异议人士 民营人士 和赵紫阳的 扩大赵紫阳的影响吧 据了解 中共最担心的是 突发性的群体事件 和外国媒体的聚焦报道 因此监控行动的防范重点 是上访者 证件异议人士 和外国媒体 天安门母亲张千玲丈夫 王凡帝说 这老百姓都想念他 老百姓想念他 他就害怕了 很慌也很奇怪 连环境人他都要害怕 你说这人多么的屈弱 你这样反而成为一种笑话 如此的脆弱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中 因为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 而被免去一切职务 软禁在北京登市口西街的 富强胡同六号 直到2005年去世 社会科学学者 严嘉琪 因为支持六四民主运动 被迫流亡美国 他指出 对于中国来说 1989年是个转折点 中国如果沿着赵紫阳的路线前进的话 中国今天就会很光明 但是在1989年 中国共产党经营了六四屠杀之后 中国就转变了方向 从此中国就走上了一个 遇了这样子状态的道路 有外媒分析说 由于赵紫阳名单恰逢中共十七大六中全会 中共高层处于交接班的关键时刻 因此对赵紫阳名单进行严密监控 实际上今天的 左右带维权人士的镇压 带这个民主党 包括带法轮功的镇压 是整个六四屠杀的一个延续 是一个不断的屠杀 不断的带人面镇压 所以我刚到这个现在的战况 都六四是联系在一起的 赵紫阳的女儿王彦南认为 历史一定会还赵紫阳一个公道 严嘉琪也坚信 这一天的到来用不了多久 中国的现状一定会改变 新唐人记者 一如李谦张健采访报道